在这个单元中,我们要讲Esser如何固定公式 找出各项笔书的总和 这个方式是采相对位置的方式 以这个案子来算,有没有 就是说各种酒类 它的不同年份 填入相关的表格里面来 要怎么去作业 我们用Esser来看 第一个 我们要看的是它这种做法 那你要先注意到一件事情,威士忌 这个表格起头 是不是刚好在哪里,跟年份同头 然后每一个年份 1,2,3,4,5,6,7,8笔 每一个年份都是8笔 所以这样来讲 统计上面来讲,我们可以用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来 第一个,我们先做一件事情 我要先知道它的蓝在第几蓝 威士忌要在第二蓝 清酒要在第五蓝 所以我们要把column 先把这个column就是你现在这个储存格 H栏 它是1,2,3,4,5,6,7,8 先减几?先减7 减掉7格 减7格 它的编号8-7剩下1 1再除以几?除以6 1除以6以后呢,取它的整数部分 1除以6取整数部分是多少?0嘛 0了以后呢,注意到一件事情哦 0乘以3 0乘以3多少?还是0啊? 0乘以3还是0?注意到哈 然后呢,我们开始用什么?0乘以3是0以后 我们要用这个offset 去作业 去作业从A1 0乘以3 注意到这个地方 我要跟你解释的哈 A1开始low-1 就我的列数 我现在在第几列?第五列 第五列减1剩下几列?三列 所以它会移干嘛? 从A1移三列 移到第一笔的 国家的第一笔记录里面 第一笔记录里面 然后刚刚讲的哈 蓝的话呢 它刚刚已经是干嘛 0乘以3是0加1 这个1就是为了我干嘛 我要把它干嘛 挑到第二列来 第二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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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干嘛 从第二栏里面 我要框几个 1234567 框8个 有没有 8列高 一栏宽 一栏宽 然后呢 透过counterif这个函数 我要去统计干嘛 H4 上面这个美国 在这个8格里面有几个 美国12 有没有 所以按我按确定时 它就两个 那我可以往右扣笔 有没有 就全部算完了 全部算完了 全部算完以后呢 我很简单干嘛 复制 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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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我都直接用 贴上就好了 因为它已经自动 算完 笔数都一样 所以我只要干嘛 打一个 H5的公式 其他的我就用干嘛 拖拉方块 跟复制贴上 就可以作业了 非常快 非常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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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